原本就想說可以抓7-6配玩 就大概31分多左右 然後今天就天氣比較熱 調整一下 然後就還蠻順利的在32分0達成 中間那一段是因為 我那時候發現我心率有點偏低 然後想說速度拉快一點 看他們會不會跟著我 就沒有 然後之後跑了一圈之後發現 機桿上也不在那裡 然後就一樣跟著這樣子 那時候前面幾個月 我有去大陸做訓練 那時候有在拉量 就是變得還 這樣的話就大概有25公里左右 這樣還不錯 我全位只是比馬拉松而已 然後就是想要拿下冠軍這樣 加油 因為其實慢跑的時候 就感覺到身體有點很濕熱 賽前設定的目標就是 7-6配玩這個1萬公尺 因為剛剛集團有慢 因為太熱了 然後身體覆蓋不了那個速度 然後就美麗 後面其實是用撐的 接下來是對 全運回全馬 第一次場就是測驗看看自己 場內現在能跑多快 就是穩穩的跑完這樣子 就是以奪排為目標 原本看一下參賽名單的話 有機會的話會到前三 然後就是以這個目標 跑完就會是我最佳 所以我想說就看看 說不定後面就會破最佳 就是應該有巧調 然後到三十二分半結束 成績結果還算滿意 這一場過後應該會休息 之後五千萬 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準備全會 盡量會以自己身體負荷的療為主 不要受傷這樣 我希望自己可以把成績推進到生涯的巔峰 從巴西回來之後 然後身體就出了一些狀況 九月初開始演出到今天 現在真正一個月 然後中間其實也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就是總覺得他會好 然後也沒有去處理他 我目前就是盡量不上強度 然後堆跑量 然後希望在全運會前一刻 再把我的最佳跑回來 就是來參加成績杯 然後我自己滿開心的 是因為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學弟 學長 因為我都是去練兩百場 然後到四台場 今天這樣一直想要穩定的 把秒數配好 那前面其實跑得還滿順的 那後面應該是天氣太熱的關係 所以自己就有點沒力了 但是我就告訴自己 甚至都不要變 然後就一直維持維持 我自己覺得比賽的機會 就變得比較少 那就是讓自己能夠有出來的機會 告訴自己珍惜 就是把握住每一場比賽 對